咱们现在讲 《禀活喜记总论命令分析》第四讲 手中有这本资料的 把资料打开到第十一 来看命令四 前噪 新卯年丁有月 并一日 人尘时 雷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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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噴 雷咖啡 那么这个八字呢 丙火生在有月 生在秋天 丙呢 作之为银 甲丙 甲丙木 丙火长生在银 所以呢 单从丙银这一株来说呢 这个丙火自身状态 并不能说差 但是呢 它毕竟是生为秋季啊 秋天的丙火 到底需要什么呢 丙火 生于 秋季 丙火生于秋季 那丙火呀 它并不是春夏之丙火 它是秋冬之丙火 从秋天开始 这天呢就越来越短 夜呢 这个白天越来越短 晚上呢就越来越长 所以呢这个时候 生于秋天的丙火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需要 增强它的体质 不能再伤害它了 去增强其能量 能量 或者优化其体 或者它的体呢 得到优化 但很可惜的是 但是这个八字的命主 它生在人尘时 石上这个人水七沙 坐在水库之上 而且呢 又有金来生水 那么这个七沙 就一定会 影响丙火的质量 或者说影响丙火之体 因为这其实构成了七沙 工身 那么真正的这个八字的核心的要点在哪里呢 在于天干 岳石的丁人相合 岳石的陈友相合 岳柱 石柱 天和地和 那这种天和地和 尤其是丁人相合 我曾经讲过 丁人相合 其实是一种围困的像 是一种包围的像 是被锁定了 这个天和地和 和的长期 这种感觉 跑不了 人臣和丁友 这种相合呢 就把这个丙银这一柱呢 困在中间 困在中间 丙火呢 就出不来了 那丙火想要去和 年上的心金 就和不到了 得到年之的卯木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命主呢 他得不到财 得不到印 反备结财 欺煞所困 结财 欺煞所困 那这个财 丙心虽然想要相合 但结财 中间拦截 所以这种情况呢 得不到财 得不到印的同时 还被结财欺煞 结财欺煞 围在中间 困在中间挨打 困在中间挨打 所以呢 丙火之体就受伤了 围困的像 兵火之体 受伤严重 作为圆命局 它是静态的 咱们看看行运 到了仁臣大运 仁臣大运 引发圆命局啊 它这个人水 刻丙火的信息 同时呢 也引发了圆命局 岳柱和石柱这种 天河地河 围困 兵火的信息 所以呢 仁臣这一柱 命主的情况 就很可能有危险 到了耕臣流年 流年与大运 地质相同 耕金生人水 人水呢 去克 兵火 并且呢 陈友相合的信息 被彻底引发 牢牢地 就把丙吟这一柱 合在了中间 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那么 在 耕臣这一年 命主从高处摔下 造成高位劫坛 终身残疾 好 复盘一下 这个八字呢 兵火生于三丘 秋天的兵火 虽然它自作掌声 但是呢 秋冬的这个兵火呀 质量并没有春夏那么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增强体质 而不是破坏它的体质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得生 那当然是最好 优化它的这个体质 最好 很遗憾的是 有人水的相克 西煞公身 最关键的问题在哪呢 在于丁仁相合 陈友相合 天合地合 月与时的天合地合 把丙吟这一柱夹在中间 丙吟这柱 丙火为人水所克 财又被丁火所结 本来呢 它就没有办法得到财 没有办法得到印 然后呢 到了仁臣大运 耕臣流年 这种在圆命局中 隐藏的灾难信息 彻底被引发 于是呢 从高处摔下 高位结贪 造成终身残疾 189 25 26 76 46 189 2526 7646 好 这堂课就到这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